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追风逢云谦 这日出席音响品牌活动 全情双眼发光 好像自身天堂一样 虽然他心思思很想买一套贵喇叭 不过这刻最逼切的 应该是先存老婆本身 我现在是在这个存钱的阶段 希望可以存多钱 因为我都想将来都想结婚 其实我也有很多消息 因为他未来都会来探望我 他最初都有投诉 因为我跟他说我要工作 要工作 而他也有扭计 最终我就说是为了我们将来 他最终就说OK了 所以他都明白 我还以为你飞过去 因为现在3加4 我知道 但我也要做事 要录歌 我有很多歌 我自己都未完成 而很多其他人的歌 都未写完 所以就要努力一点 为了月底 可以全面交人给未婚妻 尼封最近都不停说 陆新歌还歌债 还希望今个月可以准时出新歌 然后安心和女朋友二人世界 我们其实都一年半 年半没见 所以对我来说都长时间 因为之前我们真的差不多一天都见 现在就是一年半没见 我就希望可能一个星期 就有什么想做就做完 那个星期尽量把所有东西 你自己都会放假的 我有要求的 因为我跟公司说 我自己计算了个策略 我先计算 如果有什么工作要做 那我就去做 但我先告诉你 我早就告诉你 我是不想做事的 这个星期 但他们都很好配合 我经历 有没有准备一些惊喜 这么久没见 有的 都有的 但我不可以透露太多 因为我知道他们正在看 说到最近 为小薯契的麦花粉秀做嘉宾 他一开始收到邀请时 都很惊喜 还说之后 想和李英有进一步合作 其实之前我也有跟李英说 有机会一起写歌 或者拍一些cover片 但我知道他都忙 我又忙 看看什么时候有机会 如果邀请你拍雪櫃冷笑话 你自己会不会都可以 我想的 但我怕我拍出来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知道 皇上也说 我是一个广东话的黑洞 所以我也有点害怕 但我觉得 都要勇敢去踏出第一步 怎么办 一想到J-Fone 坐在冰箱面前的尴尬 已经觉得很好笑 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